1810 出身机 刚刚有TRAIL ROOM 有人问 WhatsApp 有人问 Christy 就问1810 后市怎么走 另外 TRAIL ROOM 就问 1810 出身机 值不值博 好 我自己基本上没什么大改变的看法 之前的说法就是23-24元可以买 但看上去之前就说28-9元 但你看图表也看到26元也有点阻力 短线你要留意走势是变差了 似乎23元也有机会失手 但如果你问我下半年的销售应该不是太差 上半年业绩也算是OK 也有一个回购撑住了 还有它主要做硬件 包括AIoT即是一些电子产品和手机 似乎政策风险不是那么大 而最重要的就是 苹果新机好像没什么特别 那是否能够拿回全球销售第二位的補佐 我觉得对它的影响就没有预期这么大 所以我维持完判 但你先考虑第一 因为我看到恒指其实都跌多了 跌了127点 所以大市弱的话 如果你手头上资金有限 其实绝对可以先等一等 不要买那么多东西 但你说不是 我们大市也不是那么担心 我又曾谈小米的 那是 这些位置是可以买货的 所以很难得 每次我说的价格 都是狗循那么远 太高了 我经常都说 我不是特别的 保守位是特别的进取 只不过我觉得值多少 就是哪个价位买 如果我觉得是值23元的 我不管它 30元40元50元 我都是说23元的了 但如果我觉得基本因素没有特变 它跌了下来的 那就会贴近我的现价了 我就是不想太受市场气氛影响 而做个基本因素盘 所以你如果真的想买货 第一 你突然这么说 你是不是现在要买货 如果要买货 是不是买科技股 如果真的买科技股 可以买ETF 不行 我一定要买个股 小米是可以在这个价位 是可以想的